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下午很多人的邮箱和手机都收到了纽约劳工部的一个短信 这个短信就是说他们的政策已经又修改了 他们已经申请了那笔资金就等着通过 通过之后纽约的人可以领每周300外加劳工部所提供的100元 总计400来块钱吧 有消息甚至说这个资金只提供三个礼拜 哦对了今天还有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是在加州呢查到了一个华人卖假冒的产品 卖这个假名牌应该是 这个华人陈先生就是在一拜上卖假冒产品 他这个一拜账户呢跟这个PayPal是相关联的 这个PayPal是09年创建的 现在这个流水已经达到了2450万美金 在美国通过一拜卖了11年的假冒产品 流水达到2450万美金 而这个人呢还有一个商业账户 这个商业账户呢是2001年创建的 这个商业账户的收款呢是4240万美金 这加在一起就是6000万美金啊 好了拜拜